市長在市長大概兩個多年 就在這路段開始 民眾騎車在高雄小港區南新路上 路面平坦順暢 很難想像他在半年前一堆坑洞 騎慘烈的狀況 去年7月南新路一公里長的路面 到處都是坑坑洞洞 曾有居民抱怨 開車經過比天堂路還艱難 但現在經過高雄市政府的努力 不少網友都在路平等級 就像是機場跑道 高雄路平計畫在韓國瑜上任首季 包含鳳山區青年路 小港區南新路等 首季跑步了29條 改山面積達到66萬平方公尺 總長度44公里 高雄不少主要道路都平了 但反觀台北 馬路中間居然也出現大坑洞 輪胎壓過還漸起水花 有議員統計 北市中山區 中正區和士林區 這三年就有近2000件道路坑洞 每天北市就有超過12個坑洞要補 總數超過一萬2000件 其實我是覺得這幾年 台北市政府對於市場道路的施工管制 第一個比較鬆散 第二個對於施工完了之後 這個道路的復舊 他們有拿出應有的標準 台北花在路平的經費達到34.2億元 是六路中最多 但用路人對於道路損壞與平坦度的評比中 卻連兩年墊底 就會噔噔噔啊 避震器很快就壞了 上下以前就很容易摔倒 是蠻希望台北用成像高雄一樣 機車騎士感受最深刻 因為曾有5000天坑的高雄 在韓國瑜上任 道路變平了 居民回家路走得順暢 但如今台北的道路品質惡化 也難怪不少網友都說 柯P真的要再多加油 記者陳子芬 尋陽方 特別報導